这个想法 文殊菩萨讲空 原来他所说的空 是万有的存在 简单的说 你必须从有里面去体悟空 千万不要着空 而放弃的有的存在 万法的一切存在 你要去看清楚 而不被他执着 而且使用万法 就像金钱给你 这个钱是有 这个钱你要用在什么地方 但是你又不执着钱 而不是偏空 我讲了空不要 然后就舍弃了一切存在 所以我们要办法会 各位多去老人院 医院 各位多去从事很多事情 像我经常的幻想 如果让我回学校读书 我年轻人 我每天就可以跟这些同学混在一起 所以跟很多人混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跟他 谈谈佛法 或是用我们的人格 来影响对方 所以我想各位 佛陀所讲的 这个灾界 不是一种隔离 站在大乘 是一种融入 融入法界 融入众生 我想我们从极乐世界再来 就是想要融入轮回里面 融入红尘里面 不入虎山 冤得虎子 所以你要讲空 那就不离开 世间法的了解 觉悟 所以 借一名灾 其 身口意 三叶 故 所以我们经常假灾假灾 大家很喜欢这个灾 原来不是光心态 身口意 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行为 以身业其 则无会恶 所以不杀身 不脱道 不淫欲 进一步我们这个身体 来拜佛 更重要这个身体来奉献众生 我很期望 各位至少六在日 早上在家里授戒 或者将来我们可能会用网络 授戒 今天有直播 然后自己在家里授戒 不用一个钟头 然后呢 独独打称经典 最好呢 下午我就去附近 可以帮助众生的地方 我想现在老人问题 贫穷问题 精神问题 心态问题 家庭问题 感情问题 多得不得了 我经常经过 如果经过外劳 以前去车站 我会发觉他们真的 也很痛苦 也没办法 礼拜六礼拜天 全部坐在地上 看看家 看看 讲共同的语言也好 这是人的一种心态 寂寞 有伴 要找到熟悉的 但是那时候 你如何融入他们 你不能说 这个跟我没关系 我是佛教徒 你要给他讲一句 他们当地的语言 跟他们会讲一点中文 这是他们最大的福报 我常以为来台湾的 会讲中文的 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福报 那利用中文 就可以跟他谈佛法 等等等等 但是你要跟他谈佛法 你必须让对方 对你有一个好的印象 或是一个好的行为 让他感动 所以我想生的行为 在解脱道 是消极的不要 但是在菩萨道 要积极的要 积极的去展现 所以你各项的身体的行为 这种威仪也好 亲切也好 温柔也好 就像当我每次去老人院 他们就看到很多人 很愿意跟老人握握手 牵着像妈妈的手 老人眼睛就会亮起来 那这些就愿意去实践 很亲切的陪他聊天 让他觉得 有人关心他是最重要 有人关心他 爱他 那我想不是光老人 老人是一个对劲 基本上每一个众生 都需要我们主动的去关心他 口业其则无诸过失 除了消极上 不骂人 骗人 不两舌批评 如果你要去讲这个社会的 是是非非 这个讲不完 所以我师父常说 这个嘴巴不要吃大便 我都记得 就别人的缺点 我们不要说 也不要谈 也不要公开 因为我们一切 用佛法来回想就好了 因为也可以转换 所以我们不两舌 不其余 讲话都跟佛法 跟帮助对方有关系 而且当然你想帮助对方 因缘如果不具足 也不要勉强 会惹人讨厌 别谁谁念 好 令人讨厌 但是除了如此 我们消极上 嘴巴可以念佛诵经 持着回向 积极上 那有各种的善巧方便 讲柔软语 讲对方喜欢听的 讲一些幽默的笑话 有富有 当然这打人对小孩 我连认为做烟共 都要跟众生讲话 很温暖 跟他说法 这就是一种禅修 也是一种观修 当然说法的时候 最好观想自己 变观音菩萨 如果我来说 可能对方不行 但是如果观音菩萨来说 观音菩萨的力量 对方可以接受 那观音的特点就是 体悟对方的苦 那你才知道要说什么 所以各位现在你要开始叫善解人意 有点像佛教叫他行通 对方在想什么 对方也听什么 一个主持人 那你要讲让大家都不想睡觉 都想要听你的 然后这里面又帮助对方 而且能够点 知道对方的需要 就这样带一下 带一下 让对方有觉悟的机会 但今天不能觉悟 还有下会 所以嘴巴的这种修行 再来心业期 则物烦恼 猪肉业因 那烦恼就会造业 造业就会轮回受苦 所以我们起码 不要起贪嗔痴 傲慢怀疑怀恼 进一步 我们要生起如何 去帮助对方 利益对方的种种方法 甚至我怎么样利益对方 怎么样成佛 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 秉至虔诚 那六年进取自义 第一 念佛 慈悲导师 所以每一个佛 也每一个佛的本愿 功德 净土 因缘 各位都去思维 你会感动的流泪 而且生起愿成佛的意志 佛可以成佛 比丈夫是 我一而 阴光大师发了 别人可以 我也可以 佛成佛 我也可以成佛 要有这个决心 然后呢 但是每一个佛陀 视线 给我们看 这种过程 所以各位多看佛陀的本身故事 来自诸佛 佛萨 因地修行 来自这些 视线 他们如何视线 去度众 等的伟大 第二 念法 三世佛母 那释迦牟尼佛 诸佛 所讲的法 包括特别是经典 新经 华严经 妙法 莲华经 无论哪一部经典 都是为了 地义众生的 所以 当然 今天各位听佛话 你把它记下来 这个法 对我们就很有帮助 这个法入心的时候 一个人的人格就会改变 思想会改变 本来我们是个急躁的人 本来我们是个散乱的人 那是因为这个法会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所以就像有人在盯着 我很喜欢吃很多东西 不是你往下吃的胖胖的 旁边的侍者天天跟他讲 天天跟他提醒 天天跟他提醒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一个法 入你的心 叫正见 正知正见 这个修行最怕的就是邪见 要有个正知正见 就会导致你的行为实践 那有这么多经典 当然各位读经典 不是光自己读 我们读经典的时候 先提醒 我提醒 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 跟当场这个对境 就像融入 就像你看电影一样 看电影 然后呢 齐寝 然后在这个境界里面 然后按照这样的去 观修 去实践 然后最主要这个法 一定要表现出来 改变 我想一个女生 今天穿红色的 明天穿白色的 她就是希望别人看到 她穿新的 那一个修行者 要非常非常 一天比一天还进化 一天比一天还有力量 一天比一天还慈悲 那这个法就像吃药一样 你不吃药就会发烧 就会痛 吃了药以后就会停止 那一定要产生这种感应 所以我想各位 但念无常生活放逸 我们可能明天就会死 晚上就会死 或是一下就不能修行 所以你不赶快 你不赶快把这个法 色授 色授展现出来 第三 念身 能够按照佛陀的教法 去实践 不分在家出家 像各位今天 也是个生且 所以我们受人供养 今天用一个慈悲心 会整个法界 在修行 那你这是大菩萨 所以 人天福田 所以做人 升天都要供养 这些修行的菩萨 第四 念天 我想好好的 归三宝 持戒 布施 至少会升天 佛陀这样讲 是希望不要一直在这个世间 追求世俗的快乐 所以这个东西要看得开 有些人对着钱很重要 有些人觉得感情很重要 有些人觉得家庭 儿女很重要 世间的地位 权力很重要 拥有的地方 多很重要 那这个就是 当然 你要去这样 再快乐 像我经常跟一些 刚学佛讲天界的快乐 如果聊天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哇 这个 这么快乐 那我在人间忙什么 对不对 忙什么 你一升天 哇 有多少爱你的男人 爱你的女人 而且美得不得了 不用上厕所 就光多快乐 不用换衣服 不用洗澡 是天人的快乐 所以这个意思是佛陀 至少将我们努力的 虽然人间有很多的痛苦 但是你努力的修福报 慈戒修福报 至少升天 当然站在菩萨道 我们希望大家都是 可以享受快乐 又可以修行的 都算内院 乃至妙系净土 乃至有些人喜欢清净的 极乐世界 第五 那就要好好的持戒 那这个戒要表现出来 叫身心的净化 以及对外界的柔软慈悲 就是让别人 就像前面的花 好美 好美 它展现出来 它展现出来 它一定要把最美 最好看的位置 最好的颜色表现 所以花本身清不清净 清净 给我们感觉清净 而且它展现了 这样子的美 庄严 那就是说一个人持戒 也要表现出这样 第六 念布施 还要进一步 普遍 没有分别的 去帮助受苦的 受苦的 贫穷的 世间没福报的 或是没有听闻佛法的 所以外在各位用八条戒律 约束我们的身与口 第一 不杀害众生 第二 不偷盗他人财物 第三 今天 各位是在家菩萨 那今天能够过着一个 阿罗汉的全段 难以淫欲的生活 乃至 第八 过午不时 就是中午吃完以后 不再吃东西 可以喝水 除非你生病吧 要吃药 乃至你一定要吃 这个药一定要吃点东西 不然身体会败坏 那就当做药食吃 重点是动机了 站在菩萨道 所以 但是如果能够圆满做到 那是个福报 由是身口一三叶到清净 成为 出离世间 为什么要出离世间 因为这个世间 变化无常 这个是五着二世 所以 那当然出离世间 不是离开 是人在世间 而心不染世间 这是佛教讲 所以 因为菩萨 他必须在世间里面去 接触总生 就像一个护士 你不去接触病人 你怎么医他呢 护士本身是很危险的 但是呢 他能够承受 所以 至少我们意思说 将来也可以往生进府 但是现在就有出世的心 第三 请圣 善男子善女人等 如等 今自言人如法受辞者 你应先迎请三宝 降法言而正门 次请万灵 正坛场而互见 然后我们这边 二十四护法诸天 二十八护法诸天 还有护法神 所以我每次有时候会 多点一只像 有时候有机会 多拜一拜 感恩 所以 但是无论如何 要观想 观想 那当然各位家里有土地公 地基主 你不能说我佛教徒 因为他在佛教里面不反对 就像你家里的监牢地神一样 有大有小 所以有造工 那我必须强调 各位学佛以后 千万不要跟当下的社会 传统文化 脱离 只是我们动机改变就好 一种感恩的心 然后我想这样 老人家也欢喜 对不对 你要随顺他 慢慢的再去引导他 佛教不是改变外在 佛教是改变心态 你不可能说我学佛了 就不用吃饭 只是我吃饭 但是我不去伤害到众生 这样而已 所以各称自己名 随我言音 做官申请 所以我们大家先来做大供养 祈求诸佛菩萨 接受我们供养而欢喜 欢喜而降临 各位请翻到 十供养菩萨 请准备 有一点很重要 令众生欢喜 这一点请记住 以让佛菩萨欢喜的方法 来令众生欢喜 就像各位 你很孝顺你爸爸 孝顺你妈妈 你讲话一定轻声细语 非常有耐心 但是你要把这个方法来对待 所有人 这个才叫 知恩念恩报恩 喜 乐意词 就是说希望对方 就是感受到这种快乐 你要满足他 也尽量如此 尽量如此 这个就是修行 那如果有真实的慈心 才有可能不愿意对方受苦的悲心 那我想就像我们对最爱的人 会给他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照顾 爸爸妈妈那么辛苦 要买个房子给儿子 让他能够安家立业 这一辈子这么努力吧 就像我们对老人家一样 要经常 所以我们以让佛菩萨的欢喜的心态 来令所有众生皆欢喜 请翻到三十二页 三十一页 如果各位要借这个机会去走一走 也可以我们这个时候做大供养 那时候呢 为六道众生 为病苦众生 为能够减低 特别这里面写了 供水果可以消除传染病瘟疫 因为水果的香 可以对治这些传染病 各位最近都供养好香的水果 很香的花 点很香的香 那这样呢 就以正面的来净化覆面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施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城里的荧光 最受欢迎的 萤火虫主题公园 即将登陆我是 萤火虫 萤火虫 慢慢飞 怕黑的孩子 安心睡吧 让萤火虫 给你一点光 萤火虫 曾让很多人 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萤火虫主题公园 将再次勾起 大家的童年回忆 与幸福时光 真是好久都没看到 萤火虫了 小时候 我经常去抓它们的 好怀念过去的日子啊 是啊 现在都市里 哪里还有萤火虫呢 记得以前晚上 都可以看到萤火虫的 嗯 萤火虫主题公园 我们一定得去看看 真期待呀 我也好想再看一看 那些漂亮的萤火虫 爸爸 我想看萤火虫 我都没有看过萤火虫呢 好啊 到时候爸爸一定带你去看 这两年 与萤火虫相关的活动 在城市里 急剧升温 所谓的 萤火虫主题公园 就是在封闭的大型空间中 用草皮和植栽 组成一个临时的栖息地 让游客可以直接接触到飞舞的萤火虫 哎呀 只不过是用一个大棚子 养了一些萤火虫而已 票价怎么卖得这么贵呀 听说啊 主办单位在这个主题公园里 放了十八万只萤火虫呢 我还听说 每只萤火虫的采购价是五元 主办单位也是花了不少钱呢 啊 这些萤火虫是买来的 当然了 要不然 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萤火虫呢 真是太美了 好久没看到这么多漂亮的萤火虫了 是啊 竟然有这么多的萤火虫 好美呀 现在萤火虫越来越少了 也不知道它们 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萤火虫的 听说这些萤火虫 都是从萤火虫繁殖场买来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然而 主题公园里的萤火虫 是从繁殖场购买的 这全是谎话 因为这些萤火虫 都是从野外捕捉来的 那里有一家商店 我们进去买点水吧 嗯 我口渴了 正好买一些 咦 老板 你店里还收购萤火虫哦 是啊 我们这里有很多负责收萤火虫的虫头 你们收了那么多萤火虫 做什么用啊 当然是要卖呀 不瞒你们说 为了卖萤火虫 我还在网路上开了一家店呢 而且 那些需要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的大客户 还会专门派人来采购 啊 卖成千上万只萤火虫 要那么多萤火虫 做什么啊 当然有用啊 现在都市里不都流行什么萤火虫主题公园吗 你想 那么多的萤火虫 从哪里来的 还不是从我们乡下山里抓的 可是 我怎么听说主题公园里的萤火虫 都是人工繁殖的呢 那都是骗人的 萤火虫的成虫只能活两个星期 而且 它们对生态环境要求又特别高 想要人工饲养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 你们在主题公园里看到的那些萤火虫 都是野生的 不信你们等晚上看看 这附近村子里的人都会出来捕捉萤火虫 萤火虫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里新的发财方式了 晚上九点后 一辆辆摩托车便会从村子里驶向野外 又抓到了一只 今天收获可不少啊 哎老弟 今天抓多少了 应该有两百只了吧 不赖嘛 那你今晚又赚了一百多块钱了 你可真厉害啊 两百只算什么 隔壁村的老王有一天晚上抓到了一千多只呢 原来我们在主题公园里看到的那些萤火虫 竟然都是从野外捕捉来的啊 是啊 再这样抓下去 那野外的萤火虫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少呢 是啊 萤火虫发光是为了求偶交配繁殖下一代 它们被如此大肆捕抓而丧失了繁殖的机会 是会影响当地萤火虫族群数量的 而那些被卖到都市里的萤火虫 也因为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态环境而快速死亡 哎 昨天一个晚上又死了好多萤火虫 是啊 它们根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嘛 几乎都撑不了多久 老板 你看 昨天晚上又死了好多萤火虫 嗯 你们把这些虫的尸体清理一下 我刚刚又订了五千只萤火虫 死了就死了 再买就有了 要知道 现在萤火虫可是非常受欢迎的 然而两年后 乡下野外的萤火虫也越来越难见到了 嗯 这里的空气好新鲜啊 老公 这里晚上真的有很多萤火虫吗 我听朋友说他两年前来过一次 这里一到晚上 萤火虫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是吗 我等不及想看看了 咦 怎么回事 没有萤火虫啊 真奇怪 难道我们来错地方了吗 先生 请问你们这里有萤火虫吗 以前是有很多了 这附近到处都是 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那我们怎么等到现在 连一只萤火虫都没看见呢 别说你了 就连我们本地人也都好久没看到萤火虫了 可不是吗 这两年 萤火虫都被抓光了 被抓光了 抓萤火虫做什么 萤火虫在城市里不是很受欢迎吗 萤火虫展和萤火虫主题公园 都需要大量的萤火虫啊 而那些萤火虫 可都是从我们乡下买去的 啊 是啊 以前我们都以为萤火虫是抓不完的 哪里知道才两年的时间 我们这里就已经看不到半只萤火虫了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野外见过萤火虫呢 萤火虫为什么会成为了稀有物种 许多环保人士 纷纷意识到了这点 并采取了行动 天啊 真没想到 这些萤火虫被带到这里后 既然只能存活短短几天 而且 它们也无法在这里繁殖 是啊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牺牲掉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的性命 很多地方的萤火虫展 都因为萤火虫大量死亡而备受非议 现在抵制萤火虫主题公园的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喜欢这种可爱的昆虫的 我们宁可不观赏它们 也要保住它们的生命 你说对吗 对 你说的没错 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 请它们也不要来萤火虫主题公园参观 嗯 谢谢你 让我们一起拒绝将萤火虫商业化的活动 请大家不要让城市成为了萤火虫的坟墓 萤火虫主题公园 授辞八观宅界 一日一夜 可以让我们远离商恶道 八难边地 叫远离恶趣 不及不离 没有连在一起 也没有分开 射即是空 射不一空 空不一射 所以 虽然沾染在这个事件的身心 但是 它是不及不离的 所以 当下的一切的本体就是空性 那你不会知道 这个身体是我 生命是我 至尊是我 那你就没有爱恨别离的 痛苦的 因为你是 常住不灭 真如本性 法身常住 哪有来哪有去 不生不灭 不共不性 不争不解 你是时时刻刻在那个状态 这个我们佛教叫禅 就像各位打坐 也可以练习到这个 打坐打坐 一开始酸啊痛啊 到后来没感觉了 后来身体也不见了 但是剩下一个思维 一个心灵的能力 那这个心灵的能力 思维 如果是清静的 那叫自 如果是不清静的 就是意识 你用意识在过生活 意识也有世界的理念 但是意识还是有分别的 但是进入无分别的 智慧的状态 不但无分别 你却能够知道一切 承办一切 就像各位最好 偶尔观想自己 不是活在人间的 每个人都在走来走去 你是一个精神而已 就像一个神明也好啊 鬼魂 鬼魂是杂染的意思 神明是有福报的 那佛呢 是一个觉醒的心灵状态 那这个心灵状态 就像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了 他是一个愿 一个愿所成就的法身 报身或是化身 这样而已 看他的阴眼 但是阿弥陀佛是存在的 但是他可以马上显现一个人 来引导我们学佛 他也可以用他的功德 来加持我们成佛 是道了这种三生成就 法身 清净法身 圆满报身 慈悲化身 然后三生成就就 自由自在了 听我这样念 八幻再戒 可以得到世间的福报 可以得到解脱的助援 更可以成就佛道 借为无上菩提本 持戒得福报 得健康 持戒得升天 持戒得解脱 持戒成就无上菩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